同样是盗窃,昨晚8点钟左右,涉阳县公安局巡方队员巡逻时,在县城太阳城附近抓到一名偷盗建筑工地电缆的嫌疑人范某 有卖就有买,警方随后顺藤莫瓜抓到了收购同司的嫌疑人张某 虽然声称自己并不知道同司是偷来的,但买赃证据确凿,目前两名嫌疑人都已被警方控制,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